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登 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来看 在2013年台中的甘露金社 连生法王卢盛宴 主坛地藏王菩萨瑜伽宴口大法会 同时也有真人真事的验证 我们赶快继续来听 连生法王的法会开始 小钱每次有婚姻 跟女朋友交往的时候 想要结婚就带回去看看母亲 征求母亲的同意 可是她的母亲对每一个都不忠意 不是说吴小姐不漂亮 就说李小姐没有气质 这个小钱没有 无可奈何 就向她的朋友求救 她的朋友讲 这个很简单 只要找一个 跟你母亲一模一样的女孩 那她就不会反对 这个是 这也是真的 这个小钱照这样话去做 数个月以后 小钱的朋友跟她见面便问 这个宁堂同意你的新的女朋友了吗 她说 容貌 说话的神态 嗜好都跟母亲一模一样的女孩 这个真的让我找到 我母亲一看见 就很忠意 那个她的朋友就讲 我说的没错吧 什么时候请吃喜酒啊 但是这一次 我巴巴反对 这个我们时常 也是有这种现象 有这种现象的出现 我们邪佛的人 是要人人多好 人人多好 没有什么 这个当然 看外表也是 包括一整 也是一种条件 看外表也是一种条件 但是你看内在 主要内在 起妻子要起内在 你嫁丈夫也要嫁内在 不能只看她的外表 因为烦恼的起源 有时候是外表所引起 外表容易引起烦恼 是内在 真实有内在 那么 这个就是 外表跟内在都很好的 这当然是很难找 如果外表跟内在不一样 你不如起内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内在是属于安全牌 外在是属于不安全牌 对不对 你如果嫁一个高高帅帅的先生 你说哪个女孩子不喜欢 这先生就是不安全牌 一天到晚在家里担心就担心死了 那你娶一个太太是非常美的 像天仙美女一样 你当先生的在家里 也是一样的这个坐立不安 他晚一点回来 他早一点回来 他去看他的车程表 他开了几麦到哪里去 所以你过得会很辛苦 我建议大家 起一个内在 而且有 这个属于安全一点 属于安全一点 这个不要说 一定要什么 婚姻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 真的 安全一点还重要 你说 他没有回来 你也很放心 你睡得跟猪一样 还打呼 对不对 反正我老婆出去 也没有人喜欢 你不会怎么样子 不然你很辛苦 你要守住他 要看住他 多么难 你说 现在这个社会 更加的困难 一个维修的工人 上门去修电视机 家中只有一个很性感的女主人 这个维修工一边修电视 一边不停的看那一个女主人 这个修好 这个修理完毕以后 这个女主人就对维修工讲 我有一个很难为情的请求 你能够答应我吗 这个维修工 云云感到一些什么 就讲说能 这个 您主人就继续讲 事情是这样子 我丈夫的身体很弱 有的事 他没有办法做 你看 我看你啊 是个男子汉 我是女人 其实你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强壮的身体了 这个男人的 这个维修工的口水啊 都快要流出来 迫不及待的讲 那么我们开始吧 这个女主人就很高兴 说你实在很爽快 我新买的冰箱就在门口 那就请你帮他把他搬进来吧 所以你听到前面的话 你就想到后面是什么样子 不对 有时候是错误的 所以有时候你明明看到了 他的女主人非常的性感 他对你讲了这种话 你就异想天开啊 心花怒放啊 而且色心大起 是错误的 所以有很多事情 你不要只看表面 这个表面是什么样子 你就这个异想天开啊 这个色心啊就出现了 这都是不对的 也有讲话会漏气的 我们讲的叫明察秋毫 我们学佛的人也是要明察秋毫 妻子问丈夫 你秘书在公司工作几年 丈夫回答四年 这个妻子就问 你的女秘书几岁啊 丈夫就讲三十多了 三十多了 妻子问长得漂亮吗 丈夫讲很一般 一般而已 妻子就问了 妻子就问了 那么他的三为多少 丈夫回答三十八 二十四 三十八 妻子就问了 穿衣服怎么样 丈夫讲很快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落线 可见丈夫看着她的女秘书穿衣服 才会知道她穿得很快 这个妻子很淡定 在问几个问题当中 她早就把它算出来 其实是问她的衣服穿得怎么样 你可以讲她没有穿名牌 她穿的是普通的 不是要教你怎么样 但是丈夫很快地讲 穿衣服怎么样 很快 那就是麻烦上身了 本来有很多笑话的 但时间也差不多了 五点 那么今天这个下午的超度 非常严满 也感谢大家的消息 祝大家吉祥如意 谢谢大家 这是在2013年11月24日 台中甘露金社 连生法王卢盛宴的法语开示 参加的弟子在当天的法会 也有亲身的经验 那就是卢师尊在做超度的时候 看见了才刚过世的叔叔 你看到叔叔 我看到我的叔叔 就是他生病的样子 因为他是感癌 他感癌 所以很快前后五月罢了 那看到他的叔叔 就是他拼服的那个样子 在地上王菩萨那边 他变成地上王菩萨佳子 他全身的黑气 他身上的那个肝 你刚刚看到 对 看到他身上的肝 就随着黑气 这样变了 焦了出来 之后他整个人就变成空泥 变成空泥了 看到他就变成一个云形的光 他告诉我再见 他要去 去违禁土 对啊 然后 好棒 然后就看到我 还有其他的祖先 我的朋友 他们的 因为我们帮他们报名 所以我看到他们的祖先 都有来 都这样实际讲的 有很多的小孩 因为刚才不该讲的 因为觉得很神话 因为有看到很多小孩 有很多小孩 有很多小孩 那么看到小孩子呢 就在第三天 看到实陣讲的 如果没有错 才错的话 是在第七天 实陣超过的 是一点一点的 一直在台的 这位灵师姐 还见证另外一位朋友的感应 其实日本的医生已经宣布他老子了 然后我们出发期 我们讲 叫他相信我们的祖先 那我们就直接通过 佛堂的秘书 爱情世界 帮我们先进过去 那么天后五天 那个 那个姊姊叫张宁 那他就行了 一生也讲 这是神经 然后现在 应该有寄过去 在美国祖先 我们是通过联合上司 联合上司说 要继续 继续给辞职 我们要继续辞联合上司 那联合上司的话 继续 那联合上司有联合上司 所以前后五天里面 他就是 原本是要拔罐的 要学习死亡的 这跟他家人学习的同胀 他们是完全没有回忆的同胀 这很感恩的 感恩是联合上司 这又是真活大感应的真人真事 科学角度无法解释的现象 时时都在发生 联身活活不可思议的事情 将继续为你报道 各位观众 密教众士三公主 上司本尊父法同样重要 阿弥陀佛的化身父法 就是大威德金刚 法力强大 守护兼顾 台湾累藏寺3月1日 联身法王卢圣燕 将亲自主谈大威德金刚 护魔大法会 欢迎您把握参加 详情请变 049-2312-992 哇好亮哦 好亮哦 你看在天上 你看我们都是在一起 要唱那个 各位观众 继月河的流水之后 我们将再次的融入在 卢圣燕的竖琴之中 法王作家最新情诗发表 对着月亮说话 请您珍藏 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这个阶段 我们要来看的是 真佛宗台湾道场巡礼 我们知道 三亿雷藏寺已经落成 它的圆满完成 感谢莲圣活佛的加持 早在2010年的10月11日 莲圣活佛就特别在三亿 主持了莲花童子护魔法会 经过了这些年 他们的努力 终于落成 广度众生 我们就先来看 当时莲花童子的护魔 莲圣法王卢圣燕的法语开始 首先 我们静语传承祖师 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师 十六四大宝华王喀玛帕 图登达尔比上师 静语谈承三宝 静语父母祖孙莲花童子 大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我们的贵宾 韩议员 那我 爸爸 好 谢谢大家 这个今天 能够在这个 阳光土照的这个日子里面 那么来到这个 三宝 同修会 那么将来呢 三宝同修会 破土以后呢 就会盖这个 三宝 雷杖室 三宝雷杖室 那我前几天刚从这个 日本 回来 日本回来的时候啊 这个 这个 也在台湾 雷杖室 做了一个 附魔 就 礼拜六 做的附魔 是要事如来的附魔 那么接着呢 就在三宝同修会 我们也办了一个 这个 动土 开工 这个附魔的法会 这个是非常殊胜的 去日本啊 也有一个奇特的现象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啊 最怕的就是下雨 在外面走啊 都要打雨伞 什么都不方便 那么我们去的时候啊 那个日本的天气 按照气象局的报导 是有七天的阴天 七天的阴雨天 七天都是阴雨天 都会下雨 那我们到日本只有八天 哈哈 只有一天可以看到阳光而已 其他 七天就是阴雨天 这不得了 在游览车里面啊 那么 我是想说 这样子下雨 每个人拿着雨伞 是很不方便的 那么就比来一个指示印 在密教有所谓的指示印 指示印 指示印 就是指示啊 这个虚空之中 放大光明 不能有阴雨 结果我们在日本 居然有七天的晴天 最后一天才是阴天 而且 而且 阴天 也没有下雨 也没有临到雨 这 导游这个欧赏 这个导游欧赏 就讲 这是他的功德 我们经常是这样子的啦 做了什么事情 别人有功德 我们是没有功德 我们是没有 我们修行人 就是这样子 一切 就是随顺众生 都是随顺的 不能去真功 不要去跟他去真 那这里的破土啊 让我想起这个日本 我们在板南 日本的Osaka 板南就是South Osaka South Osaka 板南的地方 大阪城的南方 有一个柱吉山雷藏城 在那里建了静香上司 在那里建了柱吉山雷藏城 那里呢 就发展成了一个光光的地区 光光的 其实日本人啊 他蛮本位主义的 本位 他的本位主义就是说 我日本的最好 别人的通通都不好 所以我们也有所谓的 日本一极棒 日本一极棒 每一次日本讲日本的 日本一极棒 但是我们的柱吉山雷藏城 能够在日本一极棒 也要变成台湾一极棒 所以也不简单 在那里盖这个柱吉山雷藏城 是真的不简单 是真的不简单 那么我们在长门的地方 有一个 Tazumi的堂 Tazumi 达建堂 那么达建堂那里呢 也非常的兴旺 全部都是 日本人来皈依的 全部是日本人来皈依的 那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 那个上师 在那里 就是 廉藏上师 他是 十川闽行 十川闽行 他是真正的日本的一个医生 一个日本的医生 那么我就想起 我们这个山医雷藏士 也是医生 他也是医生出生的 在这个地方干 跟这个柱吉山雷藏士 是有仿佛的 是有 是很像的 那我们所有的 在世界各地的雷藏士 都在欣欣向荣 都在进步 都在精进之中 所以在这里啊 这个也勉励 这个山医雷藏士 很快的 成为这里啊 最大的一个观光景点 当然啊 也是一个修行的地方 每一次到山医雷藏士啊 这个 我们的这个 问奖 问奖 司机啊 我记得有一次是 国胜开的车子吗 国胜有开过车子来这里吗 有吗 是你自己开过来的 是你自己开过来的 还有这个连吉上师啊 他的这个神迹妙算很好 但每一次他都会开错 他是说他是有神迹的上师啊 我说好吧你有神迹的上师啊 那你就开啊 开了一次啊 开了一次啊 好像也是绕了一大圈 终于找到 到了目的地 那么这一次来啊 他一开 又开上那个 往轰延的道路上走 终于转回来 终于转回来 连宗法师啊 他就讲说 哎呀神迹耶 神迹啊 已经开快要到轰延了 终于还可以找回来 你看 这不是神迹吗 这里上来的路哦 实在是惊险万分 惊险万分 这样拐了 哇 这个拐不只是九十度的拐 一百八十度的拐 哇 这个是 真的是李铁拐才拐得进来 哇 路也不好找 这个要进来的路也不好找 在山中的路也是一样弯弯曲曲的 那么我们呢 第一个 就是 路标一定要有 将来盖起来以后啊 要有路标 三亿雷藏士 往哪里走 一定要有那个招牌出来 只是我们 这个 再多远 这个 向哪一个方向 可以到山亿雷藏士 那第二个 这个路啊 一定要拖宽 能够宽的话 两部车子可以交错 哦 哦 因为这里可能是产业道路了 产业道路都是一部车子 那么 能够这个 里浪的地方就是路比较宽的地方 那么希望将来呢 这个路非常好走 那么路标非常的清楚 那么晚上呢 到了雷藏士 也要有路灯 又有路灯 又有路标 又有路宽 那这样子才是叫做三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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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在这里 其实都是非常平等 都是非常平等 今天我们做大福金刚 我今天早上突然之间有一个感想 我觉得大福啊 是表示我们内心的平静 这个就是很大的福分 我们每一个人的修行人呢 他的内心非常的平静 其实这个就是大福 修行人在自己的身心上面 能够非常平和的话 很平和 非常的平和 可以讲身心已经修行成功 这个叫做无尘 这个叫做无尘 无贪 无滋 无滋 你无贪 无尘 无滋 无滋 你才能够身心能够平和 日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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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他们 学我们的语文回去啊 总是学颠倒 日本人 那么我去到日本回来 我们本来是讲和平 都变成平和 天斗 天斗 天斗变 日本人的文化是学中国的 书 书 代表我的心 书 代表我的心